来临的周末是元旦 但也可能是第二波水灾来袭之日 随利灌溉局针对东海岸三个州属和柔佛发出了警报 吉兰丹和邓家楼预料会在元旦前夕爆发水灾 彭亨和柔佛也可能在元旦当天难逃水节 国家元首苏代阿都拉陛下提醒政府和各界 汲取日前救灾不利的教训 改善不足之处 及时被灾 绝不容怠慢 吉兰丹登家楼彭亨和柔佛的居民可要特别留意 既气象局发布黄色级别的持续降雨警报后 水利灌溉局第一时间也跟进发布水灾警报 根据当局的预测 这四个州属在来临星期五和星期六会遭遇水节 高风险地区受促时刻警惕 对当局指令保持警觉 水利灌溉局在文告中说明 吉兰丹预计在星期五晚上八点开始爆发水灾 涉及吉兰丹河及哥勒河流域 地区包括花磅生日里洪土坎 瓜拉吉赖马张巴西马等 与此同时 登加楼的雾树河登加楼河及龙运河流域 也是高风险地区 彭亨方面当局预测 水灾在星期六早上八点开始来袭 涉及彭亨河观丹河及云冰河流域 也就是尔联突 马兰 淡马鲁 关丹林明和云冰等地区 到了晚上八点 如佛丰盛港河流域也可能遭遇水患 第二波水灾蠢蠢欲动 各界打起十二分精神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今天也特别提醒人民 尤其是东海岸如佛和沙巴居民 时刻保持警惕 国家皇宫总管拿督阿莫法迪尔 发文告表示 元首也呼吁各界吸取前车之鉴 改善灾难管理的弊病和不足 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 也受促积极被灾 不得怠慢 一旦水灾来袭 便能迅速及有效地 展开应灾和救灾行动 尤其是针对内陆及高密度地区 另外 雪兰额 彭亨及森美兰 灾情好转 灾民人数渐渐下滑 马六甲和吉兰丹则未见缓和 而沙巴石碧丹几个地区 今早也爆发水灾 根据社会福利局 手机应用程式 Info Benchana的数据 截至今天下午五点 全国五个州属近一万名灾民 或三千多户家庭 分别牺牲在七十个临时疏散中心 其中 彭亨灾民人数最多 超过六千人在四十八所临时疏散中心 雪兰额灾离则是三千五百多人 吉兰丹四十多人 马六甲二十多人 斯美兰近三十人 称额灾民人数最多的 称额灾民人数最多的 这是一秒钟的 termater 三千多人 也参照 在廿者 通过儿治材 非常失败地